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跟大家来聊的是 台积电全台大设厂 其实不止台湾也设厂设到了 美国去设厂设到了日本去 台积电现在成为了房价的保证吗 我们来盘点房产潜力区 来介绍一下我们建议邀请到现场的 是房产专家和现场市场哥早安 子娟早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其实我们这个题目敲出来 上个礼拜又热腾腾 又有新的事件出来 上礼拜这个台积电宣布 他在嘉义 还要在嘉义 设两座先进封装 COAS的先进封装厂 预计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会开始动工 好这个消息出来的是上个礼拜 很热腾腾的新闻 上个礼拜热腾腾的新闻出来之后 结果马上说 太保 嘉义的太保 是旧大楼 我现在说的不是新大楼 不是新案 是旧大楼 说每坪立刻翻到20万 那新大楼的预售 说立刻翻到至少30万起跳 好了我们就先从最热腾腾的嘉义 这件事情先来看起吧 嘉义呢 大家会笑说他是老牛 在推车 以前推了十几年连故宫南院都去 对然后周边也设一个科学园区 都没好 房价就是停在那里都很难涨的洞 结果台积电一设厂 大家都疯了 真的很疯狂 听说当地那个建案 还卖到封盘 然后开始调涨 封盘了 对调涨价格 因为价格要调涨嘛 你总不可能再用过去的25万以下的价格卖嘛 现在基本上你要买的新案的话 其实都是30万起跳 已经踩上去了 踩上去了 可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说 你也没什么选择 因为那你就只有一个案子 OK 对为什么只有一个指标 因为大家都不看好它 连建商过去都不看好它 因为之前买的人基本上 可是台积电要去加益这个风声 上礼拜是确定 可是之前风声就很多啦 对没错 那没有建商去先去圈地 因为大家怕不知道消息的真假 怕这个龙潭事件再度发生嘛 OK 所以也是有点担心啦 因为建商你现在要买地 要拿五成的自备款下去玩 所以那个风险是蛮高的 不过呢我相信 这一个消息一盯案之后呢 接下来建商买土地的价格就会飙高了 因为地主也不可能便宜卖 那建商买很高价的土地 他之后房子也不可能便宜卖 对 所以一按跌一按 那个成本成整转价之下 我想未来太保的房价 预售屋房价 就是从三字头起跳 对 所以 很辛苦啊 买房子的人真的很辛苦 就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冲的怕太快呢 怕被当成韭菜哥 冲的太慢了 又要留下来洗碗 接别人当盘子 对 可是他这样子的话 你看你说 加益我们就单就先就加益这件事情来说 那他现在你说未来全面涨上三次 可是我觉得状况就是每次到一确定之后 然后就是一大破标 那这个时候再去还来得及吗 还有涨 还有多少涨幅空间吗 其实那个涨幅空间很有趣哦 我们今天为大家揭示一下台积电密码 你就大概知道 还有多少空间 基本上哦 你把台积电由南 由北到南的布局 把它拉出来 那拉出来我们今天有帮大家稍微准备一张图 这个是科进新报之前有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这个如果你是用YouTube来看我们直播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有帮大家整理哦 是从永北到南 好新竹苗栗有 嘉义有 台南有 台中有 还有高雄有 对啊 就是 没错 像新竹啦 我们不算蛋黄区 我们只看蛋白区好了 因为这一波台积电设厂 其实大部分都在蛋白区 那新竹的话呢 它是设在两麦 刚才紫娟讲的二难米厂 它是设在宝山 宝山 对 那宝山呢 现在的新建案的均价 大概在三十几万左右 我们讲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价格 均价 当然它还有成交到五字头 但是那是比较相对少数 那高价呢 大概在四字头五字头以上 那你在看台中 苗栗 再看苗栗 苗栗的竹南 竹南也是有先进的 这个封装测试厂 对 那铜螺呢 也预计在设一座新的封装测试厂 对 那以竹南来 这个重画区来看 竹南的新建案均价 也在三字头 高价成交也是在四字头 差不多 对 那台中呢 台中的南科是在 大雅 厚礼 跟这个西屯一带嘛 对 那埋不起的这个 丹黄区的人 他就往蛋白区的海线去 像杀戮无期 海线最近也好红 对 杀戮无期这些地方呢 基本上新案成交价 都是三字头了 你说海线吗 对 很贵了 吓死人了 以前从一字头 涨到三字头 那高价案 最高成交价 也有到四字头 不过那个比较少 嗯 再来到嘉义 嘉义什么都没有 刚才我们讲的 都是已经有了哦 对 嘉义是 上礼拜刚刚确定 然后五月要正式开始 就是动土 嗯 就是刚着船 对 刚着船 还没有生下小孩 OK 这个比喻很好 还没生下来 它的现在的预售屋的价格 已经跳到了三十万以上 那再往下到台南 嗯 台南的新式上话 也就是南科这一带呢 嗯 基本上周边啊 也是坐三望市啊 那比较高价的是在LM特区 LM特区因为它的生活经能 比较好 开发已经饱和 而且又很靠近这个 呃南科 嗯 那 内区大概要 对 至少现在的新建案 都是四十出头 那 比较 那也还好啊 对 跟你看前面 前面你每个高价 也都是四五十四五十啊 是啊 啊 那便宜的还是三字头还找得到 OK 对 那高雄的话 男子呢 对 也是一样 也是三十几万比较常见 嗯 少部分到四十几万 现在已经有一些建案 已经要卖到四十万出头了 嗯 但是呢 它的成交量相对比较少 嗯 那你从我们从北到南讲下来 都是均价都是站在三十多 很神奇 对不对 然后 然后那个高价大概就是四四到五之间 都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 对啊 所以只要是台积电设厂的周围 这个均价就都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 我们猜测为什么会这样 对 是因为 其实你会发现这些 呃 重划区设厂的周边都有 蛮多新兴的重划区 对 它的供给量会比较大 对 可是呢 它的价格如果涨到三四十万的时候 对 坦白讲 一般啊 买不起淡黄区的人 嗯 它的 它的如果是一般的寿星阶级 嗯 它可能薪资就无力承担更高的房价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人 薪水收入是四到五万 嗯 那双薪家庭 你一个月收入都大概八到十万 嗯 那你算哦 如果一瓶四十万 然后再买小 呃两房二十五瓶的话 嗯 乘起来大概一千万 对 如果含个车位一千两百万 差不多 所以你付掉两百万的手付款 再贷个一千万 贷三十年的话 一个月贷四万多 对 你一个月的这个 大概要还本期 本薪摊还 本薪摊还 大概要还接近三万 三万八到四万左右 嗯 所以你会发现 已经扣掉了这个 双薪家庭的一半 其实已经超过了 以前专家都说 房贷应该要压在三分之一 其实已经超过了 现在没办法 对 但是我们不是说 你到了达到这个 呃大家薪资负担的一个瓶颈 或者是你的房价 遇到瓶颈 以后就不会涨不适 而是你达到了这个阶段之后 通常就要卡一阵子 价格你要磨合一阵子 价格也要磨合 对 夫妻相处要磨合 价格跟那个买家之间 也要磨合就对 没错 啊你磨合过了呢 哎 头过心中过 你就可以往四 那有没有磨合不过的啊 磨合不过你就要下修 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这样 很多星星重化区 不管有没有台积电 都一样 比如说你像亲谱 亲谱在前一波 也是到了 有一阵子是定住 还往下 杀回来 二十出斗 然后现在又上去了 又上去了 对 所以你到了三四十万的时候 这个关卡 是一个很重要的负担 跟心理关卡 严格来说应该是四字头 对不对 就是那个四十万 就是三到四 但是卡上四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对 那像台南 台南呢 他在2022年的时候 其实LOM特区那里 成交已经出现四了 已经达到四了 因为没有供给量嘛 可是从2022年下半年到现在 他的成交相对比较冷静 他没有像其他地方 成交那么活络 虽然有成交 但是没有像过去那么活络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一个磨合期 通常磨合会磨合多久 这个就要看他整体的供给 供需的一个状况 如果看供给量没有持续增加 而且外界的景气还不错的话 通常一两年之后 就可以顺利的再上去 OK 那你像台南从2022年到现在 其实他已经磨合了一段时间 一年多了 所以 刚才直接在问说 还有没有潜力区 我觉得台南他等到他磨合过了 其实之后就会一帆风顺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刚刚讲了台积电 在全台湾这么多的地方的设厂 原则上现在看起来 通通都是站在均价30 高价40 这样都 其实利基点都一样 但原因在于说 比如说你说像嘉义好了 上礼拜刚刚宣布 他现在是刚刚冲上去的一个世界 那其他的也都是 比如说高雄来说 也是刚刚冲上去 但是你的意思是说 台南他在2020年 他就冲上去 然后他现在就在那边 我们股市说的盘整期 所以你觉得那个盘整期 因为他比别人更早进入盘整期 所以他就有机会 比别人更早脱离盘整期 是这样说吗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台积电是 先进制程厂都在台南 三奈米跟五奈米厂 三奈米跟五奈米 都在台南 这是已经量产的 下意识还没有 我们刚才讲的刚左船阶段 五奈米要动工 那宝山呢 二奈米的是 也还没有到正式的完全量产 是 因为二奈米的 它到2025年以后 制程还不算成熟 对 所谓的刚才 子军有提到 所谓成熟 你的粮率必须超过一半以上 对他粮率还没出来 对没错 所以这个是未来式 这个台积电是因为 三奈米厂跟五奈米厂 它都属于一个先进厂 而且是成熟制成了 所以呢 你会看 其实在这些高雄呢 你会看高雄 它是有厂 但是还没开始营运 对 价格已经是坐三望四 对 台积电是已经有厂 也已经营运 价格也是坐三望四 台南台南 台南对 啊家义是什么都没有 连盖场都还没有 老爷做三望四 对 所以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你会选择 哪里呢 对 因为到三到四的时候 它会磨合一段时期嘛 如果你现在呢 如果比如说你买了三十几万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说 到四的这段时间 会有一段磨合期 对 你的这个持有期要比较长 然后你的获利空间会相对 就会比较稍微比较小一点 那未来会不会继续长 就要看未来的大环境而定 可是我每次都 我先自报一下 好吧 我先自报一下 因为我今年过年的时候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我原本想要去看高雄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新建案 然后说真的 我就是为了台积电要去高雄设厂 而想去看看 我真的只是想要去看看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是 代销也约好了 然后房那个房间也订好 因为你要去高雄两天一夜 看个房子 两天一夜房间什么东西都订好了 结果呢 我就在出发前夕重感冒了 就是发高烧的那种重感冒 然后就突然就是前一两天就 临时取消 就没有去 结果当我就是好了之后 就好了之后 我要决定再次出发的时候 大概只隔个两三个礼拜吧 我就在那一次代销 他就说不好意思啊 我们现在已经完销了 我没有东西卖你咯 我想说 我不过就是一个发高烧 我就错过了 这是真实的事情啊 就是发生在指倦我本人真实的状况 这个事情就是在 二月份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想说我的天啊 然后呢 我原本以为他骗我 可是后来我想一想 我觉得他也没有必要骗我 因为我已经很表了名 跟他表达 我想去看房子 那如果他有 他手上有还有东西 他没有必要叫我不要去嘛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我觉得 这完全我接受 然后过没多久 我就看到一条新闻 好我就看到一条新闻出来 他就说什么 我可以直接讲建案名称 其实应该什么 没有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反正他就是叫建案 他就叫做那个乔科大吉 然后我就看到新闻出来 就说这是一个 我不知道一个暗场 他说暗场刚开 刚刚盖完 用不到一个月 就完销了 然后突然他们是要代销 觉得说我花了这么多钱 盖那个展销中心要干嘛 然后原本就是要来 对外发布这个案子的记者会 变成就是心得分享会 那种感觉 完销记者会 对完销 变成完销记者会 我跟你讲 但是后来呢 你知道做股票的人 我们厉害厉害 就厉害在哪里 我们朋友们就说 那好啊 我们买不到房子 没关系 那我们就去看那个建商 那个建商叫 龙大 然后我们就一群朋友说 那我们决定要去买龙大的股票 这样也是一个办法 这是一个趣闻啊 就是我们买不到房子 决定说好 那我们要去买建设公司的股票 不过你讲到的那个 男子科学园区周边 对 其实以那个桥头 新市政的房价影响 是最剧烈的 包括因为男子周边 男子科学园区周边 他的供给量比较少 比较少新建案 大部分新建案是聚集在桥头 新市政 大概在2019到2022年上半年 其实那边呢 都是一字头 才几年了 2022年上半年 还有 就好像我们在笑说 买台积电买700块是7T的 然后800块是8T的 其实男子也有这种说法 男子如果你买在2022年 是一T的 因为是一字头 一字头 然后2022年 大概年终到下半年 突然台积电设厂的消息 一传出来 对 冲到二字头 对 二T的 然后站到 接下来就涨到三字头 那现在呢 已经开始有建案 要卖到四字头 所以我还蛮佩服 这个四T的勇士 希望你们 所以你会觉得四真的over了 是不是 以现在来讲 因为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嘛 你是提早反应 你必须要知道 像我们做股票也知道 你提早反应的股票 通常等到利多真的出现的时候 他反而是利多不涨 那利多还没反应之前 他提早反应的话 他会先把涨幅涨足 所以呢 接下来你就看 桥头还有没有往上的空间 就是说 其实他的涨幅呢 好像已经暂时达到一个满足点 我要强调 我不是说他不会涨 对 必须要等到磨合期过后 他会磨合多久 我们暂时不知道 所以就是刚刚 世昌哥所讲的 所以你相信之下 你盘点下来 你会觉得优先 现在可以考虑的是台南 台南不错 那新竹 为什么台南不错 我讲几个原因是因为 台南他还在持续的扩边 因为南科三期已经 获得行政院通过 那这个台南市政府 也已经开始进行 趋断征收 那南科三期过后 他有更多的土地 可以提供台积电来设新的厂 当然台积电设厂新设厂的消息 在台南还没有正式确定 未来可能会慢慢评估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把台积电的财报摊开来 你会发现 其实在2023年的第三季到第四季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厂的营收 大幅度的飙升 当然啊 对 那他从57%一直飙到去年第四季 占比已经达到60几% 那他的先进制程是在哪里 刚刚讲了 都在南科 对 那所以代表说 南科未来的营运稳定 是没有问题的 也因为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厂 都在南科 所以南科2023年的 全年的营收额 已经超越了足科 首度变成台湾第一的科学园区 南科已经超过足科了 非常夸张 这个新竹人可能没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接受哦 新竹人 对 所以在这么未来 那么看好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其实影响最重要的因素因素就是 这些南科的工程师 他的分红没有问题 对 你不要说杀薪水 靠薪水也很难买得起房子 对 他们一年四季分红 起码都妥妥的 因为他们先进支撑 营收是很稳定的 所以他让他们分红好 他们钱要拿去哪里 要么就投入股市 要么就投入房市 就是这两个区化管道 对 对 所以我为什么看好台南的原因在这里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觉得宝山跟竹南也不错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 因为打卡在这里 卖个关子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来聊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买房的话题 但是因为因应今天我们是一个财经节目 所以呢 你会发现 我们聊房市 也有很多股市术语在里头 好 接受一下我们要请到现场是房产专家何时昌 商哥好 那继续来 刚刚我们有给大家来盘点了 就是台积电全台大设厂的一个情况 那我先也速速的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房价 但是我要先说 这里我们先公布出来的是实价登陆 是住商来做的一个统计 他这边给出来的是实价登陆 不是新建案的 对 我们要先给大家看 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是中古 不是新建案的这个价格的话 那台积电已经设厂 或是即将设厂的全台湾的13个行政区 在过去 从2019到2023年 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到底房价上涨的情况如何呢 这一张表格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也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 标涨最多的 就从2019到2023年 这个过程当中 标涨最多的是 就是刚刚我们今天的主角南科的台南市上化区 在过去呢 2019年平均的单价是15万一瓶 那到了2023年底的时候 平均的单价是28万一瓶 平均的涨幅 这过程当中的涨幅是85% 那第二名呢 也是台南 台南的新市区也一样 这个平均的涨幅呢 是84% 好 这是前两名 那排名第三的呢 就是宝山了 新竹的宝山香 在2019年的时候 平均每一瓶是13.88万 那到了2023年的时候 是来到了每瓶24万 那涨幅是77% 好 这个是 新竹宝山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另外讲到的高雄 高雄包含像是桥头啊 人舞这个地方 以桥头来说的话 这2019到2023年过程当中 也是涨了64% 那今天刚刚涨到了嘉义的太保 在这到2023年的时候 每瓶大概是14万 但是这过程当中的涨幅 也是61% 你看哦 我们这边这个 特别帮大家整理的是 台积电已设厂 或是即将设厂的13个行政区 哦 2019到2023 不过几年 四年 四年多的时间 六成啦 七成啦 八成啦 你光看这个数字 你说我们怎么会不想要跟着台积电去买房啦 真的是一波赚到都麻了 对不对 而且只觉得你这个统计表 你看哦 你把这个淡黄区扣掉 新竹市扣掉 跟刚设厂 刚宣布设厂的嘉义市扣掉 你会发现 这些地方呢 不管在哪里 中古屋的价格 大致都在24到28万左右 对这是中古屋的价格 所以你把它换算成新建案 大概就30-10万左右 差不多 对 因为新建案比较高嘛 那你会发现 嘉义科学园区的中古屋价格特别低 其实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到嘉义 也不是不能买 你应该去买中古屋的价差 是比较有增值空间的 哦 这样子看 好对耶 如果今天我全部都是 预售屋全部都在3-40字头的时候 那我就去看中古屋的价格 那嘉义的中古屋 现在平均每平11字头 他跟新建案价差超过50%以上 对对 所以他的未来的增值空间会比较高 因为现在只有建商反应 对 谷主还没反应 OK 所以现在就是谷主还没反应的时候 还有进场的契机 OK 好哦 好 这个是中古屋的部分 好来 回来回来回来 我们今天主题还是先放在预售屋的市场来讲的话 好 一样投资用 刚刚我们进广告之前 我们聊到的是台南跟宝山的这个部分 对台南宝山呢 大家一开始会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新竹的房价在2020年以前都是20几万 他已经维持十几年了 突然在2020年的时候 一口气开始上标 然后一下子从破三破四破五 然后到了七八的字头 主要原因就是在公区的关系啦 那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说他在2022年以前呢 因为他的重化区的范围很大量很多 你看新竹光是竹北就有五大重化区嘛 限一限二限三 高铁特定区跟台科大重化区 这些地方呢我们过去呢做市调统计的时候 他在线上销售中的个案 同时哦 最高的时候曾经接近90个 同90个建案 你就可以想到 好疯狂哦 这个是要怎么卖 房价要怎么涨 很难涨 即使工程师收入再高 也买不完 买到手都马了 还是买不完 可是到了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建案数量快速的减少 因为他的重化区开发已经慢慢饱和的时候 在那个过渡的阶段突然间 暗量不见了 供给量不见了 突然间掉到剩几个 掉到剩20几个 差好多90到20 到现在就更少了 所以在供给量大幅度缩小之下呢 大家只好拼命抢房子 拼命抢房子之下 他就开始往上跳涨 那跳涨之后买不起竹北的人 他就往外围新浦穹林去了 所以新浦穹林的房价也就往上涨 涨到三四十万 所以你从这个大格局上来看呢 如果宝山再继续设新的场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台积链的布局 很明显就是从竹科连接到宝山 再连接到竹南跟铜锣 他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宝山三十几万 或者竹南三十几万 他其实未来还是有空间 因为他可以跟竹北比价 买不起竹北的人 他的这个课程 他会外溢到这个宝山 新浦穹林 甚至到竹南 而且新竹人买房很有趣的一点是 他们不会往北到亚梅去买 他们反而愿意往南到竹南去买房子 这点真的很奇怪 所以你会看到亚梅的房价 竟然比竹南还便宜 非常特别的一点 当然我问过很多新竹人 他们为什么啊 他们都说 因为竹南的交通比较便利 比较近 感觉没有离开新竹 那亚梅好像感觉就离开新竹了 蛮有趣的一点 所以你按照这种课程购屋的特性来说呢 其实这个宝山 新浦穹林跟竹南这一带 他还有往上的空间 那往上的空间就是看竹北老大哥的脸色 那因为今年竹北呢 有一些指标志愿案推出来 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些一线建商 他的开架会蛮惊人的 对 所以如果 就会有比价效应 没错 把整个区域给带上来 对 所以今年呢 竹北就大家就拭目以待啊 我这种比价效应 我非常有感觉 就是因为我住永和嘛 新北市的永和 然后我们家那边的案子哦 如果是新案子之前 大概大概就是 呃七七八左右 就是新案 大概就是采这个字头 结果呢 从去年底突然来了一个 开架喊三位数 就是百万 九十几到百万 然后最后 十架登陆上还真的都有九字头 这样的一个案子出来之后 现在所有的新案 通通八九十往上开 就是我们想说原本就是 七八十应该会排一阵子 没有哦 自从那个指标案来了之后 现在所有的新案 通通往上开 所以我现在对那种指标新案 然后来把整区的价格往上 好有感觉哦 非常有感 好有感哦 你不要说是建商炒房啊 其实建商开出那个价格 如果卖的动的话 旁边的中古屋主 全部价格一起拉的高 所以屋主也是一样 屋主心态跟建商 其实没有两样 对 我真的好有感 一个指标大案来的时候 影响超级大 好 所以那这样听起来哦 新竹 好 新竹啊 宝山啊 那一块竹南啊 这个这一块 感觉上是一个区域 刚刚有讲了 因为第一 他可以往竹北做一个比价 第二呢 他今年有一些指标大案要过去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刚刚所讲到的 就是台南这一区哦 这个也是 就是已经是三奈米五奈米 这是先进制成 而且重点是已经量产 已经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厂 而且已经经历过一段的事的价格的盘整期 所以看起来 如果你要跟着台积电去买房 今天市场哥给大家两个想法 一个就是台南 好 一个就是新竹宝山这一块 还有竹南苗栗铜锣这一块 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可是在这里 我有一个疑问点是 我的疑问是 呃 因为这些区域哦 台积电会需要内设厂 它绝对不会是什么蛋黄区 对 台积电要用一个厂 要用那么多的电 它一定是优先是往蛋白区 那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去买房 那就算它是一个重化区 它一定是一个蛋白区 我的疑问是呃 这些都过去都不是交易热区的地方 我在这个时间长期价格低档 就只因为一个台积电进去 现在价格往上标 我在这个时间点 进去买到底要注意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看你是投资还是自助啦 那如果你是自助的话 其实坦白讲 你也不用管台积电有没有进来 因为你有需要嘛 对 那投资的话呢 其实并不是说只有台积电进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积电 它是龙头厂商 它会把人一起带进来 它像肉粽串一样 他只要进来 上中下游的厂商 全部都汗不浪当 全部进来 所以你不用想说 是不是只有台积电一家 不会啦 那应该是产业聚落 它会形成一个聚落 聚落效应 所以它的从业人员 也不是只有工程师而已 我们以刚才讲到的南科为例 你不要说只有台积电 不是 它光是现在南科的从业人员 已经有9万多人 这是台南市政府公布的数字 所以它未来 如果南科三企继续扩厂的话 从业人员会持续的增加 那从业人员增加 也就会增加住屋的一个需求 那南科的话也是一样嘛 现在 不是 竹科啦 竹科也是一样 竹科过去呢 为什么这个房子供给量那么大 那区化量也很不错 是因为竹科的工程师 整个家庭跟从业人员都很多 而且它会不断的增加 因为我觉得这是台湾一个产业的契机 也是危机啦 坦白说 台湾就是靠科技产业 对 我其实也很明显的觉得 就是尤其是今年股市这么好 我觉得我身边还蛮两级 你只要是科技产业的人 每个其实都蛮开心的 或者说 其实荷包都还蛮厚的 但如果你非科技产业 平常心说 就会觉得他们就说 没有经济状况不好 紧急不好 隔单状况不好 我自己很明显感觉 只要是科技的 其实真的状况不错 但非科技产业的确 就会比较辛苦一些些 所以现在非常两级 连房地产都很两级 为什么大家封着跟台积电走 因为台积电现况营运 跟未来的前景都很好 那很好之下 当然大家跟着它 因为它只要很好 它分红薪水就会给的多 给的多 周边的房地产就会跟着好 所以现在呢 台湾的产业危机就是 你只要跟着科技业 跟着台积电 大家就很好 没有跟着台积电 没有沾上台积电的人 你就要负担高房价的后果 可是你又没有享受到好处 对 对 没错 那对啊 那如果 那如果我现在是踩着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进去做投资 我有需要担心什么 重点还是 不能买太贵 不能超过四字头 还是怎么样呢 最大的重点就是 你要知道台积电 它毕竟还是民间厂商 它不是政府机构 所以它不用跟全民负责任 也不用跟买房的人负责任 当然 对 所以台积电 未来政策如果有改变 比如说我现在厂还没盖下去的地方 我未来如果政策改变 或者是我产业聚落 想说哪个地方提出更好的条件 我就可能就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还没有设厂 还没有动工下去的地方 我们认为了 它还是有风险 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 它到底设厂这件事情 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利多 OK 好 就像前有龙潭事件一样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来聊 那接下来 突然每次讲到房子的时候 都会有默默的沉重的感觉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给大家的主题 是跟着台积电去买房 盘点房产潜力区 那我们刚前头已经点了两个 是目前台积电有设厂 那是张哥特别比较看好的一个区域 那我刚刚就有一点点私心啦 或者是帮大家再某一点福利啦 我们觉得只点到这里 隔靴搔痒不够 好 所以我们就想要直接来点出 有没有什么一些 也是一些 大家现在已经在卖 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建案 那因为我们也是临时出的考题 给这个市场哥 我们也没有接受任何的 广告业务 好 所以我们就提三家 好不好 我们觉得 现在大家可以优先去看的 比如说 如果看看才我们提到的南科呢 南科 他目前最大 比较大的指标案是叫世界南科 世界 世界南科 对 他是两到三房 那如果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南科卓越城 南科卓越城 世界南科是因为他的案量比较大 你可以选择的户别比较多 那南科卓越城 他的优点是 他的自备款比较低 只要68万 就可以了 到教屋之前都是自备68万 到教屋 工程期都不用付钱 对 他是属于第一首付在家 工程期零付款 OK 但是大家要 要问好 教屋时间是哪时候 以免自备款筹不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 圆月 呃 圆恒十月 圆是那个水字边 然后一个 呃 圆巢的圆 对 水字 圆恒十月 现在建案名字都取得 对 我刚刚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三点水 在一个圆来 呃不是 一元两元的圆 就是我们的钱 那个call的一元两元 圆恒 十月 哦这真的是 那这个案子呢 是他没有这个 虽然没有距离南科 这么的近 可是他相对便宜 如果你说你负担 因为接近南科的地方 都已经要四十万以上了 嗯 那这个案子是他相对低价 嘿 他到市区大概五分钟 可是呢 他的两房的总价非常低 只要六百三十万而已 OK 两房 嗯 他可能是广告户啦 但是一般广告户跟 呃 一般户跟广告户差距 应该也不会超过一百万 嘿 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买 不想买到那么贵的 买 不想买到四十几万的 你可以到相对低价的地方 买这种案子 也不错 嘿 好 我们也十七号来 给了三个案子 反正 我觉得 看房就是 你就走出去嘛 就是走出去看 走出去看 你就会有感觉了 是 那我我会有 我来用一个旁人 质疑你的方式 来做一个询问 有人就会说 那你都买 在这些重化区里头 然后到时候 大家集体交屋 那你 你既然你是投资客 那你当然是要先想 把房子给租出去啊 或什么的 到时候大家都集体交屋 大家手上 你们有的东西都一样 而且就 尤其现在都是两房 都是两房 大家的状况都一样 你真的租的好吗 真的有人买吗 那么同时期 这么多人交屋 这些问题 一定大家都一直问你 对不对 对没错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 来回答 第一个层面是 大量交屋潮 一定是重化区发展的 必经过程 对 那大量交屋潮的时候 通常在重化区发展的 中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有 几波的大量交屋潮 因为大家同时完工 这个时候房价 跟房租最容易下跌 对 那其实呢 你也不用担心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的 你只要把这段时间 熬过去之后 等到发展 后期 整个机能起来 它的价格就会快速的 垫高了 OK 对 这是第一件事情 对 我们举个比方 像清浦 还有新装的 头前复都心 头前 其实都一样 等到中 它大量交屋的时候 价格一定会下跌 那如果在大量交屋潮 价格没有下跌 就代表 它非常稳 你买起来 更不用担心 像哪里 像我们刚才讲的 LM特区 它进入大量交屋潮 竟然还没有跌 只是价格盘整而已 所以你就要看 那像桥头呢 桥头它在大量交屋潮的时候 我们刚才提到2020年以前 价格呢 也没有涨太多 也才一字头 等到你熬过去之后 哇 真的是一帆风顺 其实每个重画区都一样 新裔企划区 或者是美术馆特区 都同样 第二个点就是说 两房那么多 我要卖给谁 租给谁 这个问题 我打一个比喻来回答你 像有的人来到台湾 发现 台湾没有弹塔店 对不对 台湾没有弹塔专卖店 我来开个弹塔专卖店 是不是有市场 对 独一家 全台湾独一家 结果开了之后倒掉了 你说之前的普世弹塔 对对对 那已经十几年前 对 那你有的人说 台湾到处都是鸡排 台湾人都跟鸡有仇 炸鸡啊 咸酥鸡啊 烤鸡排啊 炭烤鸡排 开那么多 那为什么满街满谷都是炸鸡店 因为台湾人需求量高 你不只要看供给也要看需求 两房的供给量虽然很高 但是他需求量一样很高 为什么 大部分的人买不起三四房 现在的年轻人买不起 后面的以后的年轻人 他也不可能买得起大坪数 所以他也只能买小坪数 所以两房才会变成现在的主流 而且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我未来两房要卖给谁 他是现在的强势商品 也是未来的强势商品 对 所以如果你担心说 我同一个社区两房型产品太多怎么办 你可以改变你的策略 去买规划二到四房的那种社区 他有三房也有四房 也有两房 那你就选两房的买 你就不会跟别同一个社区的别人 同样拥有两房的人打在一起 你买二到四房 二到四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能买得起这种三到四房的 这个房型的家庭 他通常这个 这个收入比较高啦 然后呢 比较稳定社区的出入分子 会比较单纯 比纯两房或者是纯套房的 可是这种案子喔 我自己的小小的心得就是 通常他都是大马最先玩 消耀马就压在手上不愿意卖 就是这些 你说到一个重点 所以你干嘛担心两房卖不掉呢 因为两房总是最快卖掉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来问喔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逼代销吧 这些 他们每次都丰盘不卖的东西拿出来买 这个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以前呢 你要变成这个业者的口袋名单 VIP课 你才能在 潜销的时候 才能买到早鸟优惠价 潜销真的很重要喔 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市场走多头的时候 越早买是越便宜 对啊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成为潜销名单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呢 网路很发达 建商现在都会在脸书啦 或者是Google打广告 或者是他们的官网 也会打广告 也会在官网上 PO出讯息说 你可以留下资料 留下资料呢 建商在开申指脉的时候 就会优先通知你 我自己小小心的是 如果 比如说 因为我见证只看了很多的这种新案子 那新案 这些大的代销 其实他们都会有 他不会只代销这一个建案啦 所以他到处都会代销 所以他们就会邀请你加入他们的line群组 然后加入了 比如说叉叉代销的line群组之后 他们在别的地方开案的时候 他就会丢在line群组里面 即便我不会是第一批VVIP客户 但我应该也可以成为IP客户 没有VVIP也没有VIP 但我应该也可以叫IP客户之类的 我开个玩笑 但总而言之就是 你出去看 你看了之后呢 他就邀请你加入他们的群组 那群组里头都是代销 他们有一些新的案子 要新开案的时候 他就会丢讯取到群组 或者是你有填过资料 他就会寄简讯来给你 原则上 我后来看这些 他们后来看到的一些讯息 我再去Google的时候 有时候也还没有找到 就是还蛮新的消息 这一招也可以 对不对 没错 你说得非常正确 但是每一家的业者操作 就是早鸟优惠价的方式不太一样 有的是打95折 95到98折 比较常见 另外一种是折单价 比如说一瓶便宜一个2万 对对对 之后就挑回来 没错没错 有的是便宜总价 比如说直接一户扣30到50万 或是送一大堆东西 对 送东西我是比较不喜欢 我是喜欢那种直接扣 但是我没有在投资 但是我通常都会建议我朋友 要买就是买那种直接扣总价 当然 或者是这个折底打折的 打折的其实优惠也不少 所以就是像刚刚四商哥讲的 如果真的是在一个房市的多头期的时候 如果你要买预售物变成 你要是那个潜销期的客户的时候去看 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 没错 所以真的要变成业者的口袋名单 你才能享受到优惠 不用怕留资料 因为留资料的话 坦白讲 现在我们资料都被诈骗集团导用 也没有那么珍贵 也没有那么珍贵 如果业者打电话来 你不愿意 挂他电话就好了 而且另外像那一群组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读 对啊 对啊 没错啊 对就是 其实我觉得蛮好 因为你看一个讯息 就是一个手机简讯 他也不会打扰到你什么老实说 一个手机简讯 然后你看你有兴趣 你就在打电话去跟他约嘛 你没有兴趣就跳过就好了 是没错 而且跟代交买 你也可以省下中介费 代交也有市有赚啦 对没错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们每次都跟我说 这个风盘 他每次都说 建商也不卖 不是我不卖 你信商不卖 我到底要用什么口 什么方式让他把房子拿出来卖啊 坦白说 因为平均地缺条例已经过了 代交现在讲话都比较保守 他如果说建商不卖 通常应该都是建商不要卖 那他们也很为难 因为你知道很夸张 我在两年前 我还遇过桃园的 有一个大型的建商 他要求他的代交 一个礼拜只能卖两户 有听过 对 真的很扯啊 卖到这么拽 你看 所以代交很为难 他 你知道代交要的不是价格 他要的是成交量 他才有佣金 所以他希望卖的多 可是对建商来讲 他希望卖的价格好 而不是你卖的快 你卖的快 如果卖的太便宜 对我来讲也不见得是好事 所以呢 如果你要代交 把那个优良的户别 给吐出来 坦白讲要越早 早期的时候去看 比较可以看到全部的户别